一块来关心天气的变化 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台湾 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地区 容易出现局部的短阵阵雨或雷雨 南部地区容易降下局部大雨 透过明示新闻的及时影像 带您来看到高雄连池潭 水面上折射出艳阳高照 也可以感受到气温真的越来越热 尤其要注意中午过后中部以北 东部地区还有山区 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震雨 各地高温大约33到36度 另外除了新竹 澎湖 金门 马祖以外 其他各县市地区都容易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东南部地区还可能来到 38度左右的高温 更可能会出现焚风 提醒观众朋友 要多加留意注意防晒 补充水分 接下来一块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 中部地区26度到36度 南部地区27度到35度 东部地区27度到35度 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 中部地区27度到46-7度 中部地区27度上降 1 pre inside